這次我們這部電影來自汪星的利是真人和動畫合成 我會覺得在整個電影的市場裡 其實這種類型的風格真的很少 加上我覺得我很欣賞它裡面去描寫的情節 當我變成了一隻狗的時候 它是怎樣對女的一種愛 可以透過在裡面的故事裡面呈現出來 還有最後它帶出的訊息很重要 只要你相信一件事 爸爸永遠都會陪著你 這也是正正我現在作為一個父親 我覺得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希望我的一生 我擁有我的所有時間 我都希望跟我太太一樣 都能夠可以陪伴著我的子女成長 我相信作為一個父母也是這樣 這麼特別的地方是 我真的未試過可以拍完一部電影 我會很大聲地說 女女 爸爸這次可以帶你去看到 真人動畫版的電影 因為你和女女看可能卡通片很簡單 但是如果是爸爸去演繹 你會看到爸爸是一個真人 但是變成一隻狗的時候 我想不會遇到很多次這樣的機會 帶她來看這部電影 看多一次 看多一次 母親節一定要找些節目 一家人平時 基本上母親節可能就是去吃飯 去一下公園 最多就是看卡通片 難得爸爸有份參與而演出 在這一刻裡面 我覺得剛好是一個節日 所以我一定會帶女兒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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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